王一博进组拍戏前的最后一张自拍,看粉圈如何疯狂解读。 近日,UNIQ的王一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随性的自拍, 然后就没有了后续的更新和信息。 对于熟悉他的粉丝来说,这样的行为通常预示着一个消息, 王一博即将开始新的拍摄工作。 往常,当他准备进组拍摄新的电影或电视剧时, 他都会选择这样的方式,用一个简单的自拍告诉粉丝们他将会短暂离开, 暂时不会有太多的互动和更新。 这样的行为也体现出王一博对待粉丝的真诚和关心, 他不希望因为自己的突然消失而让粉丝们担心。 而对于粉丝来说,虽然会暂时失去与偶像的互动, 但他们更期待王一博能够带来更多的出色作品, 为大家呈现更多的精彩表演。 目前还不清楚王一博这次将参与的是哪部作品的拍摄, 但无论是哪部作品,相信他都会全力以赴, 为观众呈现最好的自己。 近期,当得知王一博将会进组拍摄并且地点是内蒙古大兴安岭时, 粉丝们的情感变得复杂。 他们为王一博的新工作感到开心, 期待他能在新的作品中展现出更多的才华和魅力, 但同时也为不能及时看到他的新鲜动态而略感失落。 大兴安岭位于内蒙古, 是一个自然风景优美, 生态环境宜人的地方, 但由于其相对偏远, 通讯信号可能并不是特别好。 很多粉丝担心, 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很难收到王一博的实时更新和消息。 这也意味着, 粉丝们可能要暂时与他失联。 不过, 也有很多理解和支持的粉丝表示, 既然王一博选择了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拍摄地, 那么就应该让他好好地沉浸在这片大自然中, 体验和感受, 为角色做更好的准备。 拍摄环境的宁静和美景, 或许能为王一博带来更多的创作灵感和表演的深度。 粉丝们虽然会暂时感到失落, 但他们更加期待王一博能够在新的作品中带来惊喜, 展现出一个全新的自己。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, 我们都能在荧幕上看到一个更加成熟, 深情的王一博。 对于王一博前往大西北拍摄长空这一消息, 虽然让很多粉丝略感失落, 但是有一部分粉丝却展现出了他们独特的幽默感, 没心没肺地开始调侃起来。 他们幽默地说, 大西北的沙漠地带信号可能会很差, 王一博可能会失联一段时间。 粉丝们的这种幽默方式, 不仅展现出了他们对王一博深深的喜爱, 还表示了他们对他工作的理解和支持。 他们希望通过这种轻松的方式, 为王一博带去一些欢乐, 缓解他工作中的压力。 大兴安岭这么原生态, 信号肯定不给力。 王一博, 在这样的原始森林里, 你一定要自我保重恶。 这样的调侃语句充斥着社交平台, 展现出粉丝们对王一博深深的关心和期待。 他们以这样轻松幽默的方式, 既表达了对王一博工作的支持, 也为他在拍摄地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乐趣。 可以想象, 王一博在忙碌的拍摄之余, 看到这些充满爱意和幽默的留言, 一定会心生暖意, 为这次的拍摄之旅增加了一份特别的动力。 再次证明, 无论身在何处, 王一博与粉丝之间的情感纽带都是那么坚不可摧。 想象王一博独自在森林中, 每天与自然未伴, 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 早上起来, 他凭借生存技能找寻露水解渴, 用自己手上摘下的野果田饱肚子。 午后的阳光下, 他可能会找一棵大树, 自己制作一个鞦韆, 尽情荡漾。 到了傍晚, 拿着斧头去砍树取暖, 每次都能砍下一大麻袋的木材, 然后累了就休息, 这样简单而充实地度过每一天。 哈哈, 这种充满想象力的剧情确实是让人忍俊不禁。 如果王一博真的看到这样的设定, 他可能会笑得何不拢嘴。 可以想象他看到这样的描述时, 脑海中会浮现出一系列的画面, 自己在森林中荡鞦韆, 又或者是拿着斧头砍树。 这种情境与他日常的生活完全不同, 简直是另一个世界。 而且, 王一博一直以来都是个幽默感十足的人, 他对于这种充满创意和玩味的故事肯定会很欣赏, 也会乐在其中。 可能他会在心里默默地吐槽, 真是太有创意了, 这些粉丝真的是太会玩了。 不过, 这也体现了粉丝对王一博的喜爱和关心, 他们愿意为他创作这样充满想象力的故事, 也是为了给他带来欢乐, 希望他在忙碌的工作之余, 也能找到轻松和快乐。 原来如此, 看来这次的作品《人鱼》不仅仅是简单的奇幻情节, 而是带有深刻的社会寓意和人性的探讨。 王一博选择的这部作品显然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。 人鱼的设定不是我们常见的美人鱼那种浪漫传说, 而是一个充满了社会批判性的故事。 这里的人鱼意味着人为刀阻我为鱼肉, 暗喻那些在社会中被剥削, 被利用,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。 这种深度的题材, 对于演员来说,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, 需要演员深入地去理解角色, 体会情感。 至于之前粉丝们的各种调侃和创意, 那只是大家对王一博的喜爱和期待的一种表现, 希望他能在新的作品中有所突破, 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。 粉圈的创意和想象力确实是无与伦比的, 尤其当他们对偶像有着如此深厚的情感时。 把王一博当作家里的孩子, 妈妈粉们对他的宠溺和关心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, 真挚而又深情。 在妈妈粉的故事中, 王一博被塑造成了一个害怕晒黑, 性格又自由自在的人鱼王子。 他住在与世隔绝的森林里, 每天都会趴在柔软的小石头上, 仰望着天空, 幻想着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。 可能在他的想象中, 外面的世界是五彩斑斓的, 充满了各种未知的冒险和惊喜。 或者, 他会想象自己有一天能够离开这片森林,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, 找到真正的自己。 这样的故事设定, 不仅充满了趣味, 还有一种浪漫和梦幻的感觉。 可以看出, 妈妈粉们对王一博的喜爱, 既有母亲般的宠溺和关心, 也有对他未来的期待和祝福。 这种深厚的情感, 让粉丝与偶像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, 也为王一博的艺术生涯增添了更多的色彩和动力。 王一博的酷, 在很多妈妈粉看来, 只不过是他成长过程中的一种方式, 是他对待这个复杂世界的一种保护色。 但真正能打动他们的, 是他偶尔露出的微笑, 那种纯真的眼神, 还有他在舞台上, 影视作品中展现出的真实情感。 粉丝们根据剧情编写的各种趣味故事, 无疑是他们对王一博无限的喜爱和期待的体现。 而那些开启考古模式的粉丝, 则是希望能从王一博的过去, 找到更多关于他的故事和趣事, 以此来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接近他。 王一博的每一次亮相, 都会引发粉圈的一片热潮。 尤其是他的街舞视频, 更是让粉丝们疯狂。 他们用八倍镜对他的每一个动作进行仔细剖析, 从他的发型到鞋底, 没有一处细节能逃过他们的眼睛。 凭借着这些细致的观察, 他们能制作出各种截图、小视频, 展现出王一博在舞蹈中的每一个精彩瞬间。 这种对偶像的热情和细致, 体现了粉丝们对王一博的真挚喜爱。 他们的快乐来源于王一博的每一个作品, 每一个亮相, 而这种快乐在别人眼中或许有些难以理解, 但对于王一博的粉丝来说, 这是一种特殊的情感纽带, 是他们与偶像之间的一种深厚联系。 娱乐圈总是变幻莫测, 每一个明星的背后都有着一支强大的粉丝团体, 为他们加油鼓劲。 王一博的粉丝们更是如此。 他们对王一博的喜爱和支持, 有时候热情地让人觉得过于矜持, 有时候激动地让人物以为是黑粉。 但这些都是粉丝们真实, 独特的表达方式, 体现了他们对王一博深深的喜爱。 王一博这次发的自拍, 虽然拍得有点糊, 而且也没有使用美颜功能, 但这样的真实和自然, 更能吸引粉丝们的注意。 他戴着头盔, 只露出了那双明亮的眼睛和那个得意的笑容, 简单却又充满了魅力。 对于粉丝们来说, 这样的王一博, 就像是久违的老友, 让他们感到无比的亲切和开心。 王一博的每一次行动, 似乎总能成为热点话题, 让人们为之疯狂。 他的自然, 真实和不做作的性格, 深受大家的喜欢。 这次再次证明了他的魅力, 无论他做什么, 都能引起一片追捧和讨论。 他并不刻意去迎合大众的审美, 也不总是选择完美无暇的形象来 展现给粉丝和大众。 而是忠于自我, 随性洒脱, 这样的王一博更能打动人心。 他的这种态度, 让很多人觉得, 这才是真正的艺人, 有自己的性格, 有自己的想法, 不随波逐流。 很多人都说, 王一博, 你赢了。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颜值, 才华或者是成就, 更多的是因为他的性格和态度。 他敢于做自己, 不受外界的束缚, 这种自由自在的状态, 让很多人为之倾倒。 我们在年轻人为之一高, 让很多人为之一高。 最大的性格和态度。